大家好,每天三杯啊 今儿呢,今儿弄了个好东西 这个鱼,大家猜一下是什么鱼 五道黑啊 然后还是我最爱的海带汤面 整着 这海带汤面我越来越喜欢了,真的是太香了 太香了 我现在用葱爆香之后 可能经常做饭的人知道,那个葱 呛锅爆香之后再搞这个面炒菜 那真是 太爽了 哎,算了,别走 别走 快点 五道黑 来 他妹妹被子就鲜了 啊 跟面条 吃了花 吃了 嗯 过来 那 啊 这喝的比较慢 我刚才把孩子汤面喝完了 为什么叫喝完了呢 因为它汤面 河南人好像是叫喝面条 还有哪里叫喝面条 安徽人也叫喝面条 不是叫喝面条的人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做这种汤的面条比较多 所以可能习惯于叫喝面条 开始怎么样 我不知道 走大 五道黑 鼻子吗你的 你的鼻子吗 快去 在那儿呢 在那儿呢 今天不想喝了 再倒一点行 喝什么都行 两杯 这口鱼不是自己做的 是买在人家炸好的成品 这口鱼是没问题的 酱鱼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里是没问题的 看着是有点 如果这口鱼是不错 这个是不错 你们为什么要吃 你们这口鱼是不错 你们这口鱼是不错 那口鱼是不错 那口鱼是不错 以前 以前喜欢喝快酒 像这样的杯子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茶杯 都基本上两到三口 就喝完了 就正常来讲 不是说那种极端的一口 不是那样的 现在我觉得 感觉好像 嗯 这样慢慢喝 反而倒挺有意思 这一杯你看 喝三四口这么小小小小小杯子 你们觉得呢 还有一口 这鱼不太好 恐怕得上手 但是吃鱼上手 这又不是我的风格 今儿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每天三杯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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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